大家好,我是爱琴 欢迎收看我第157期视频 本期视频主要内容就是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觉醒炸弹人的测评 那么视频开始我先说我对这个英雄的评价 觉醒炸弹人这次的觉醒 大家都对有这个英雄包括他的觉醒技能抱有很高的期望 我也同样如此 但是两三天的进一场实测 实测下来 我给这个英雄的结论是 这个技能看起来很美 但实际战斗效果然并暖 这个英雄目前反正我觉得他是不太好用 没什么卵用 当然这也可能是我这个测试的阵容还不够多 对这个英雄的理解还不够深 可能有一些适合他的阵容我还没有挖掘出来吧 反正就最近我这50场左右的炸弹人进一场经验吧 这个实战经验告诉我 这个英雄在目前的进一场中确实是没什么用 真是没什么用 为什么要说没什么用呢 我们来从头开始分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觉醒炸弹人 这个准毕业状态 因为鞋子我是比较缺 我就没有穿了 这个后排法师不穿鞋就不穿鞋了 关系不是很大 我们看一下他准毕业状态下的这个毕业属性 那么作为一个后排法师 那么三万的血量的话 我觉得确实有点可怜了嘛 我们对比一下其他的后排法师 比如说巫医 你看人家无一 三万多 这我还有好几件装备没穿呢 再对比一下这个风行者 三万八 那这个血量差距差距还是蛮大的 所以说炸弹人作为一个后排法师的话 这几乎都毕业了 那么在后排法师中 血量可以算是最低的一个了 那么再看一下他的法强 法强的话 二万一万以上 那么作为一个后排法师中规中矩 算是标准 那么护甲的话 这三百五的护甲非常非常可怜 这也就导致了炸弹人在面对这种 狼人一解内射队的时候 会被顺秒 因为狼人一个剪甲 就是两百的剪甲 配合上一解的法穿 或者说其他英雄的一些 这个物理穿透 那么炸弹人这个英雄 相当于是裸体的 这个暴露在对面的物理攻击面前 所以在面对物理内射队的时候 炸弹人是顺秒的 那么他根本没有办法打物理内射队 这就是炸弹人的护甲太低了 我们看的话 接近四百中规中矩的一个法师 那么看综合来评价一下 炸弹人这个英雄的属性的话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后排法师 那么他非常脆弱的话 那么与时相对呢 他应该有着很高的输出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英雄 他都有两面性嘛 那么他有的英雄输出很高 那么自然就会脆弱 但是有的英雄很弱 自然输出就不高 那么我们按道理来说的话 炸弹人这个后排 作为一个这么脆弱的法师 应该是有很高的输出 或者说很强力的控制 或者说很好的辅助 但是目前的炸弹人 在当前的竞争场环境下 这番点他都做不到 那么为什么说做不到呢 我一会儿去会给你们竞争场 看一些具体的队伍 好了 鼠星我们分析完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洗脸属性 炸弹人的洗脸属性的话 就是如果说不说这英雄有没有用 他讲道理的话 应该是利米双起的 起百力量 增加他脆弱的生存能力 增加血量 那么作为一个法师的话 四十点之力是应该洗出来的 那么就是应该这么一双起 那么好了 那么说了这么多 我吐槽了一大堆 那我们就具体看一下 炸弹人这个英雄 他为什么不好用 好的 由于这个英雄 我们要测试的点比较多 需要讨论的东西也比较多 那么我们就先在王作之塔 来看一下炸弹人这个技能 就让大家了解好这个英雄之后 我再来给大家来 做竞争场的测评 那我们先来王作之塔 给大家看起场抬手 炸弹人这个英雄 他的觉醒技能 是骑场 在这个地面上布上三颗雷 那么这三颗雷是随机的效果 有眩晕减速 或者说是这个 不要打死了 或者说是眩晕减速 或者说是恐惧 那么这三种效果 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同样的效果 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压缩 对面的阵型 你们注意到 我上个炸弹人 对面前半一被晕 他五个人几乎站在一排 那么我如果带其他英雄的话 他很容易被我压缩真行 所以说根据炸弹人 这个觉醒技能的特点 那么我开始觉得 炸弹人这个英雄 应该适合搭配这种 打这种群攻 或者AOE 或者多前排比较好的英雄 比如说把对面压缩成一坨 拍拍熊拍五个 如同人能砸五个 沉默能抽五个人的能量 老陆被压缩完之后 老陆起手一个晕 晕好几个人 然后老陆大招也能打好多人 那么看起来 这好像这四个英雄 是不是打这一队 都挺给力的 对面这一队也没有冰冻 不强力 那我们实际看一下 这个战斗的效果 可以看到 开始我一个眩晕的雷 老陆接了一个晕 确实是把对面的五个人 给搞成一坨了 我沉默 但是我的牛头上 只能晕两个人 拍拍熊倒是可以拍到三个人 沉默确实可以抽到 很多人的能量 但是打上一会儿 我们就发现了 我知道对我有个什么 什么的问题呢 很大的问题 是一方面没续航 再一方面没输出 可以看到 我的前排过于脆弱 虽然我抽了能量 虽然老陆能于五个人 虽然拍拍熊和牛头人 都能打很多的人 但是呢 我前 我这个控制不足 续航也不足 前排过于脆弱 又没有续航 就前排就这么倒了 打到后面 肯定是打不过了 那么原因出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炸战人 这个英雄 除了开场 能压缩对面的智装以外 那么 这场战斗 对我的队伍 毫无见数 他既没有输出 又没有控制 并且呢 他的这个辅助作用 也是几乎为零 那么就导致了 我知道队伍 除了 在对面的 站位稍微靠后一点之外 他就是个四打五 可以看到 炸战人除了 对面的阵型 还有地上这个小雷 不疼不养的小雷之外 再没有任何作用 那么 等到炸战开大的时候 我前排已经崩了 那么这时候 就有人会提了 那你为什么 前排要带这两个 比较脆的英雄呢 那你不会带个白白熊 对吧 人家人家带了个猫 是你不会带个续航 我带个死灵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好的 这场是恐惧的雷 对面之中 被我压缩的更狠了 但是 一个道理 没输出 我打不死对面 打不死对面 是最关键的 我这打了半天 对面还有三个人 好的 这把倒是能赢 但是我们赶紧退出来 但是这队对面的队伍 不是很强烈 而且这是打这个王座之塔 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 我还有卡黑平的优势 那么这场队伍 我们可以看到输出不足 效果不是很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其他思路 有些朋友可能说 炸弹人家锁完智荣之后 把炸弹人当成白牛来用 然后用类似于 仿西坡流的队伍 那么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效果吧 可以看到 这队伍是法西坡流中 把那个 本来光法的位置 换成了这个 这 已经打成这样的了 你换成炸弹人 我们可以看到 效果并不是很好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法西坡流的队伍 火女双头龙 隐魔 死亡先知 包括光法 他本来就是全凭攻击 我不需要压缩 对面的阵容 我就可以攻击到 对面所有的英雄 我每个技能都 打对面所有的英雄 炸弹人上场的话 他那个压缩阵型 完全是一个多余 因为我带炸弹人 不如带个光法 我多一个闪光暴的伤害 给队伍增加法强 效果可能会更好 那么带了炸弹人的话 他压缩完对面的阵型 那么本来是 为我提升输出的 但是法西坡流 本来就是个全凭输出 所以说不需要 他压缩阵型 你看他法西坡流 另外呢 有的朋友可能说 我带个白牛怎么样 我这号是没白牛 带个白牛配合 炸弹人双压缩阵型 会不会把对面搞成一坨 那么首先我要告诉大家 炸弹人配合白牛 是不能把对面搞成一坨的 因为白牛进场这个冲锋 他冲到我们的中场位置 就停止了 对面的英雄 都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你带个炸弹人 带个白牛 你把炸弹人搞成这么一坨 然后你的白牛冲到 你沉默这个位置 他停了 然后他走到前面去 真是非常坑爹的一点 所以说炸弹人 跟白牛打没有用 那么另外呢 炸弹人跟老树打 也是同样能够 压缩队面的阵型 但是都是那一个问题 我没有输出 我压缩完阵型没有用 好了 那么这就是炸弹人 对一些队伍的这个测试 那么同样还有个朋友 可能说炸弹人搭配巨魔怎么样呀 搭配巨魔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乱用的 因为巨魔这个英雄 他的这个切近战的机制 是在于他的 他正对的这个英雄 如果是个前排的话 他就会一直扔斧子 除非对面主动走过来 那么他如果正对的这个英雄 是个中排或者后排的话 他他才会主动往前走 所以说这场 我就算压缩了对面的阵容 我们可以看到 我的巨魔 他会站得远远的扔斧子 他不会走过去了 你们可以看到 我这个巨魔 他都走到 他在这个位置 他就不走了 然后他就一直扔斧子 除非对面的拳能走过来 那么只有在我击杀掉 拳能和小鱼之后 对面的恶魔欧师 正对着我巨魔 我巨魔他才会往前走 所以说炸弹人搭配巨魔 这个思路也是不怎么成立的 那么目前 对炸弹人的话 我大概就是这些 想话吧 反正我都测试了一圈 都测试过来了 效果都不是很好 那么也就得出了一个 炸弹人目前在竞争场中 不是很好用的这个结论 那么这该测试的队伍 差不多就得先把 就得先把给大家测试完了 因为这场队伍 还不是很强烈吗 所以说给大家看这些道队伍 那么另外呢 我们回到这个竞争场 回到普通竞争场 我们就要面对 我们的实际情况了 首先在普通竞争场中 我们不可避免的 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冰龙怎么处理 我们带了炸弹人 这个冰龙几乎就是一个 无解的存在 因为我们知道 炸弹人这个英雄 他的大招是一个持续的输出 是攻击前排 与攻击后排 那么对面 只要后排带了冰龙 我们这炸弹人 只要一开大 给冰龙送了他能量 立刻被冰龙打断 那么炸弹人 这场的作用 几乎他这个大招 是一个反作用 不但击杀不了 对面任何的英雄 反而会给冰龙送能量 导致冰龙早黑大招 那么冰龙早黑大的后果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就崩了 另外带炸弹人的话 一般都是我们一套先手的队伍 那么先手秒不到 对面的英雄 炸弹人反而给冰龙送能量 冰龙先开了大招 那么肯定是会被对面翻盘的 所以说在竞争场中 我们几乎就找不到 这种不带冰龙的防守队伍 那么不带冰龙的防守队伍 本来就比较好打 根本不需要炸弹人的英雄 所以说炸弹人这个英雄 我最后给他给出 大家的一个结论 就是不是很适合 当前竞争场中的节奏 换句话说就是不好用 那么再换句话说 就是没什么卵用 那么再说的严重点 大家还是换个英雄觉醒吧 那么当然了肯定 这也可能跟我 对这个游戏理解不够深 那么对炸弹人这个英雄 挖掘不够透有关系 所以说如果说 有一些其他的朋友 发现了炸弹人的用法的话 也别急着过来骂我 因为我也只是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经验嘛 那么我大概是 我觉得是这样的话 我就勇敢的说出来 到时候被打脸了 我也觉得被打脸打脸吧 反正我知道啥 我总得实施求是吧 我不能去挑选几场 炸弹人能赢的战斗 你要说炸弹人打 对面这边冰龙队伍 能不能赢 倒真有几率能赢 但确实是不是很好用 那我们今天就在竞争场中 测试起到队伍试一试吧 知道队伍讲道理的话 对面这四前排 我这可必带炸弹人呢 因为知道 这四前排 我带个牛途人 带个沉默 还提到不行 那么既然本期是 测试炸弹人的话 我们就来炸弹人打了 四前排压缩制容之后 牛途人打四前排很爽 带沉默抽四前排能量 带个老鹿 海量输出 我对面带个死灵法 带个白白群吧 就这么打 好的 我骑手是一个减速的雷 又是一个 就减速和晕雷 然后对面的四前排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场对面这种四前排的话 我压不压缩制容 其实无所谓的 对不对 反正我已经从人 排排行都是打四个人 沉默抽四个人 老鹿尾是炸四个人 所以这场 炸弹人 上的没什么地 我觉得换个赏金来说 更好用力 又听到爽计了 好了 牛腾人这把 打出了海量的输出 老鹿也在疯狂的输出 输出 然后我的老鹿 被对面死灵法 斩雷刀还没有死 沉默来一波大招 能不能把这雪魔弄死了 哎呀 雪魔开大招 我老鹿要死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冰龙开大了 还好我炸弹人之后 没开大 那么炸弹人 如果在冰龙之后 开大的话 看一下炸弹人 这个大招 能不能起到一些 关键性的效果 秒掉冰龙 甚至雪魔 好了 炸弹人开其他招来 可以看到这个 红衣的炸弹人 这个输出真的是 这好捉急啊 这伤害很感人 然后这又中了 雪魔的大姨妈的 能不能冲过去炸弹人 你把雪魔爆死了 对吧 这场 你说我把炸弹人 换成谁 我赢不了吧 是不是 他打了19万 20万的伤害 但是看过战斗过程 我们就知道 这场炸弹人 真的是没什么用 因为我不带炸弹人 我把炸弹人 带成赏金 但是其他一群 我觉得都能很好的打赢 这样炸弹人 大招速能量 压缩阵容的话 本来就没必要 因为对面就 本来就4000牌了 好的 普通军长 打完之后 我们再去巅峰 去找一下 那个类似于 三前牌 带了隐魔的阵容 来用炸弹人压缩一下 另外我们 再来给大家看一场吧 好多人说炸弹人 是不是能克制 包括巨神啊 巨神也在预测 这个炸弹人 能克制白鸡火猫的队伍 但实际再到的效果是 炸弹人并不能克制 白鸡火猫的队伍 那么炸弹人 大家觉得炸弹人 其实可以云白牛 但是其实实际效果是 这火女一个推波 还是抹一个引压 我雷就爆了 白牛肯定是 畅通无阻地冲出来 那么我们还是 就当他 就当他呢 针对白牛 我们带牛头人 压缩阵容了 带牛头人压缩阵容 牛头人在哪儿呢 带什么重能量 带神灵 这都是 打白牛火猫 队伍的主列 把这个炸弹人 我们看一下效果 第一队的话 对面纯屋里队 纯屋里队的话 爱奇奥加强大将 很好用 后排的话 骨弓 火枪 带个赏金 这一队 其实带赏金没必要的 我把赏金放到第三队 因为我知道 我第二队要输 这样我第一队 第一队带其他游戏员也能赢 我赏金放到第三队 这样层次掉我第三队的胜利 我现在队伍里面没赏金 我很虚 这队更需要死灵法一点 方法 来 赏金来辅助老路 如果打出效果的话 会很好看 那么这一场的话 带个复仇吧 我已准备牺牲 不行 不能让神灵做二号呗 还得带个肉 反正火猫喷子队 法系叔叔很高 牛头人 带个血血鬼吧 要有爱 好的第一队 因为有爱奇奥和小娜家 这两个物理天敌在 一个物理队的爸爸 一个物理队的奶奶 所以说 第一场的话 我带个黑鸟 不带赏金也没什么问题 黑鸟死就死了 大不出来也没问题 爱奇奥可以操场 好了 这场脸比较好 黑鸟当然还是开了出来 这边都换似乎狼人 那么这场可以 就是猴禽的鸟压了 我们看第二场 随着还杀了我的人 好了 我们看第二场 炸弹人棋手这个雷 对白牛火猫的压制效果 火猫一刀 火牛再来个小技能 没了 雷没了 白牛冲得happy happy的 我的四千 白让压缩成一挑户 然后后面的画面 我觉得就惨不忍住了吧 不知道我的神灵 和鸟绝鬼 能不能这场 替我 打 打出翻盘来 我倒是挺希望赢的 我的神灵挺厉害的 好在什么又抽了能量 秒掉了火猫 那么这场 你别说真 真是有点机会 疯狂还起了 喷我炸弹人 哇 你看我炸弹人 这个脆的 你怎么开个大招呀 你们说 这家伙 在这场中 他有什么用吗 我带个乌衣 妥妥了 这三场 对面 我发现最近 我们去了四千白 这种好多呀 对面带了优鬼 我恰好带了老鹿 这一场 其实我如果带个沉默 抽一下四千白能量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应该把牛头 也放到这一堆 问题是我都没带 那么 我的老鹿的大招 不知道和优鬼的 大招开启的时间怎么样 不过这场 我带了赏金 有选赏令的话 老鹿还是挺强的 肯定还有续航 好了 我老鹿开启大刀来 赏金同时赶上选赏令 那么可以倾到优鬼的幻象 那么这把老鹿 很可能打出海量的输出来 但是能不能赢 我还不敢说 因为对面毕竟有雪魔 还有冰龙 老鹿很可能无间道的 斯林法 斩老钢尾珠的屁股 钢尾珠宝 表着还扛得住 现在雪魔给我寸同娜 老鹿在持续的掉血 打出海量的输出来 斯林法这刀斩谁 漂亮斩掉了埃及奥 斯林法拿到了 回能量的buff 那么这场老鹿 还在输出 还在输出 老鹿能量 好的又给开起了 第二个大招 哎呀这个大招 我老鹿没有能量呀 那么光法已经开起了推波 我的斯林法 斩对面的斯林法 一刀好的漂亮 劈死了 劈死了 我的斯林法还在回能量 光法这一波 希望不要反弹 只要能打出正向的话 伤害是很高的 赏金选赏令的时间 都到了我的天 好的这光法 这大招伤害很足 闭龙开起了 第二个大招 选择目标 应该是我选择最多的赏金 那么对面现在 还剩下两个英雄 我还剩下三个英雄 那么打到战斗角色 主要双方这种人数 是一样的话 也是我赢 因为这场对面的优鬼 实在送到太高的伤害了 好的赏金最后拖了一下时间 我两个人 对面两个人 那么肯定是我赢的 因为优鬼的幻象 让我老鹿打出了太高的伤害了 我的伤害比对面高 好了那么第二场 我们也得出了一个结论 炸弹人并不能克制白牛火猫 包括炼金 这种法系玻璃鲜手的队伍 因为他打炼金也是一个道理 打白牛火猫是晕不住白牛 那么打那个炼金的话 开始倒是可以压缩对面的伤容 但是打断不了对面的抬手 他的法系玻璃鲜还是能打出来了 所以说炸弹这个英雄 我也不能光说他不好 可能也是 我对游戏理解不到位吧 技术不够 把这个英雄用不好 那么还希望 看有没有其他的攻略大使 能够用好的英雄 反正我最近对这个英雄 真的是好失望呀 好的 今一场还有50秒时间的CD 那么我们又找到一套队伍 这套队伍是带了雪魔死灵法 然后海民 隐魔 冰龙的队伍 前面我用炸弹人打的输的这一场 是打对面这个 呃 4T队伍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 这场完全没有必要上炸弹人 因为压缩之中完全没有效果 本来就可以打4前排了 那么这场我们就选择来进攻这个 带了两前排两中排的阵容 那么看一下炸弹人的效果 另外呢 炸弹人的英雄 有些人说他能不能克制敌法呀 因为以前炸弹人是可以炸死敌法 那个时候的敌法还没有觉醒 那么敌法跳过来没有套子 所以说炸弹人这个雷的伤害是可以炸死敌法的 但是现在这个版本 你加个狼人 再加个雪魔 敌法跳过来 你哪怕中排带黑鸟这样的英雄来吸引敌法的话 这黑鸟和炸弹人得一起死 炸弹人自己让敌法跳的话 肯定是分分钟被秒的 他的护甲前面我也分析的太低了 所以说炸弹人针对敌法并不好用 而炸弹人针对换刺的话 我只想问一句 现在的换刺还需要针对吗 现在打竞争场 谁还去针对换刺 现在竞争场 那普通普通放手之中 你还能看到换刺吗 变峰的话 碰到换刺 其实上个隐魔就行了 上个火女就行了 上个魔师就行了 法西波流 换刺有一百种死法 反正是就没有必要上炸弹人 那么打这一队的话 我们看一下对面前排 对面前排带了雪魔和死灵法 那么自然是白白熊 打这个双前排比较好了 那么炸弹人压缩阵容 我们要更好地发挥 他压缩阵容的效果的话 我觉得沉默和老陆是两个英雄 始终都是一个不错的英雄 就打这一队 那么现在还需要带一个英雄 我以前是尝试带一个续航 带死灵法 因为讲道理的话 这队对面有隐魔 有雪魔 挺能耗的 我带个死灵法来提供队伍的续航 看起来是不错的 但是带死灵法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就是我知道队伍 我压缩了对面智容之后 我一定要强化我的输出 把对面的四个人秒掉 如果秒不掉 我死灵法 我带死灵法输出不够 炸大人一旦开起大招来 对面冰龙立马开打打反手 那么我就 冰龙只要一开大 我就把他就直接输了 只要对面前排不死光 还有个雪魔活着 冰龙一开大 我就直接黑了 所以说带死灵法的话 是打不过的 因为死灵法的续航 没什么卵用 打不死人 不 我还是给大家看他看一下 好的 亚瑟万智容 这四个英雄站在一起 看起来很爽 沉默一抄 可以看到 抽了三个人的能量 以摩擦一点点 死灵法来提供续航 然后那个白白熊来打前排 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这压缩完之后 再多稍微打一会儿 其实跟不压缩也差不多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一进场 就是个四打五 这好尴尬呀 因为这炸弹人没卵用呀 打他给不出处来 好的 死灵法一刀 倒是凭死的雪魔 然后沉默一个大招 冰龙抵抗了 那么这个时候 感觉噩梦来了 大大人大冰龙 大冰龙 好的 本来冰龙能量还差一点 现在一个反手一个大招 还好我老龙是没能量了 老龙要有能量的话 刚才的画面效果 不要太美 尹默还有一个大招 白白选 阵亡了 海明耿过来选择目标 是我敏剑最高的沉默 那还可以接受吧 老龙再度开起大招来 这把能不能把这边炸死 把这边炸死 我感觉是没什么希望的 因为尹默还有个自爆 这把我的老龙倒是打了海量的 说白白熊也是尽力了 但是实在没办法 因为 我们说起来就是少了个人 相当于四打五 因为这场可以看到 扎大人除了压缩一下对面的阵型 然后让我沉默 抽能量多抽到了老龙 老龙这个大招多打了几个人之外 再没有其他的 再没有其他的这个对队伍的帮助了 他提供不了输出 提供不了控制 他的大招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在打兵龙的时候 所以说这场 即便我压缩对面这种 老龙输出很尽力 带了死灵法的续航 依然没有卵用 那么下一场 我就来给大家看一看 我不带死灵法 来带这种暴力的输出 配合炸大人 把对面压缩完前排 就这一行压缩完之后 强行的秒对面 看能不能秒掉 秒掉也是有机会 有几率秒掉的 就打赢也是有几率赢的 我们不能光输 想办法赢一场 打敌法也不用想 打敌法 这套队伍可以 打他吧 那么这套队伍我们 打 打优鬼的话 沉默限制优鬼的能量 然后让我的老龙 和这个优鬼同时可以打 因为老龙的英雄 说实话 跟炸大人 沉默这套倒是挺搭配的 我是在想办法 现在更好的阵容 像这队 我们如果说 带法系波流的话 是可以打赢的 但是后排不能带炸大人 后排带炸大人的 法系波流是不行的 带光法是可以打赢的 那么这场的话 双头龙的话 没有必要搭配炸大人 因为双头龙本来 就是全凭攻击 他喷不到冰龙 不送能量 如果带个炸大人的话 双头龙喷到冰龙的话 反而不好 所以说炸大人跟法系波流 本来就不是很大 那么这场前面 还是牛头人家拍拍熊 压缩完之后 牛头人拍拍熊打三个人 其实不压缩 打三个人也是一样的 沉默应该是可以多抽到 隐魔的能量 再带一个老鹿 直接强行暴力出 看能不能把这三千牌秒掉 秒掉的话 还有机会能赢的 那么第二队的话 不用说 我的常规队伍 第二队 对面敌法还没见 什么敌法没见 第二队我稍微防下敌法 那么第二队带我的赏金 隐魔一包流 赏金 隐魔 黑鸟生情 前面的电魂 第二队我专门针对敌法的 如果碰到对面的法师队的话 这场队崩 尤其是他 他还要死灵法应过了 剩下第三队的话 他死灵法应过了 全都没见 然后物理队还没见 那么第三队我也来陈队敌法 我带两队不怕敌法的队伍 我江古高 赏金过了是吧 赏金过了 爱极奥吧 那个隐魔 隐魔应过了 隐魔也应过了 知道队伍 这辣队伍 这辣队伍是打对面物理内切队的 效果应该不错 还差个谁 哎呀 这没赏金了 戴个爱极奥 再戴个敌法也不太搭 戴个复仇打着玩吧 今天主要测试 英雄就是炸弹人 另外说一下 现在安卓还没更新啊 更新之后 有一些英雄的改动 那么多 那安卓更新完之后 我再来给大家做这个测评 好的 起手的诱鬼的鬼 我忘了说这一点 是打不掉雷的 会把雷打残 但是打不掉 雷可以爆 那么对面这把 这种被压缩完之后 我在沉默 能不能抽到隐魔的能量 没有看清楚 好 现在抽了 好的 沉默可以抽到隐魔的能量 那么这就是炸弹人 这把的算是一个作用吧 但是可以看到 我这把不带续航 那话已经从人扛不住 要死了 因为打断小鱼 大招效果还不错 好的 是我拍白熊开大 老陆也开了大招 那么又给这大招 完全被我老陆 这个大招 大招打掉 然后我沉默一个大招 冰龙又抵抗了 那么这个时候 炸弹人开大了 你他妈又送能量 你他妈又送能量 冰龙又大了 别别别 别完了 我感觉我这出事了 哎呀 这你妹的 这老陆 这老陆 这杀全家了 还好 这把虽然打赢了 讲道理 你这话不是坑我吗 第二队果然碰到迪瓦 哎呦 不过对面的AOE好高呀 我感觉我这把耍机有点悬了 迪瓦还能蹭到我耍 赏金你别死了 一定要开个大招 一定要开个大招 好的隐身了 能量满 赏金开大 尹磨能主动大出来吗 赏金被秒了 这没有关系 大一下就行了 尹磨一个主动大招 电魂一个主动大招 然后配合我风行 这一只穿运剑 死几个 好的 风行拿到了套子 最后就是个狼人了 我电魂还活着 那么这一套 尹磨一波流队五云 是没问题 谁打赢 这一个狼人中了 前赏令 又被我电魂 抽了攻击力 所以说他很难打赢我 这两个英雄 后期还能开个大招 电魂的抽攻击 确实是挺厉害的 当然小鱼更厉害 那好了 第一场我们倒是打赢了 但是第一场说实话 是我的老鹿 牛托人沉磨 给力 跟炸大人说实话 关系真不大 炸大人这把唯一的效果 就是让我沉磨 抽到了对面 尹磨的能量 然后这把老牛 虽然死得很早 但是老牛在此前 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 就是把小鱼人的大招 给打断了 这把真的是老鹿 大招刻着有鬼 打抓效果比较好 但是最后炸大人 那个大招给冰龙送 能量差点 让我的老鹿暴 队友全炸死了 还好老鹿炸得快 他把沉磨炸死 他把白白熊炸死之后 那个迅速解除了 那个冰龙的控制效果 然后两下把冰龙暴死 是比较悬的拿了下来 但这场你说 把炸大人换成别的英雄 能不能赢 能不能赢呢 肯定是能赢的 所以说 这已经进场打了四场了 大家也大概看出炸大人的效果了 那么今天的测评就 评到这里吧 因为炸大人的英雄 我这两天都在直播嘛 每天直播 晚上我都会测试各种各样的队伍 所有也会给我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 但是实测下来 有赢的有输的 有赢的战斗 虽然跟炸大人有关系 但是说句实在话 好多赢的战斗 都是其他英雄搭配的克制 跟炸大人的这个 把炸大人换成其他英雄也能赢 然后输的战斗的话 基本上就是队伍四打五 输出不足打输了 所以本期的炸大人这个测评 就给大家测评到这里 我也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个英雄的看法和理解吧 当然了 我在视频中 其实很很少去吐槽一些英雄的 炸大人算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吧 因为炸大人这个英雄 我们大家在以前都养了 多多少少 大家都挺喜欢这个英雄的 因为毕竟以前在换次横行的时候 我们依靠炸大人 逆袭了好多土豪队伍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炸大人 尤其是我自己 对这个英雄都多多少少有一点感情 因为这个英雄毕竟是帮助我们逆袭了 以前大换次很好用 然后他到成二了 这个红一期状态下 因为没有觉醒 被冷落了很久 这次觉醒 本以为这个炸大人可以翻身了 但实际的测试效果来说 并不是很满意吧 因为现在炸大人 我们其实从这个战斗中 也可以看出来 他的大招现在是输出 以前的那个大招是秒天秒地的 现在这个大刀的输出 已经非常非常疲软了 几乎打不死人 然后那个觉醒技能的效果 在很多战斗中 其实效果都一般 因为他也就是 让我的沉默 多抽了一下能量 然后老陆的攻击 多打了几个人 对白白熊和牛头人的辅助 我们试了很多场了 其实效果真的是一般般 就算压缩了对面的陣型 我们可以发现 白白熊和牛头人 这两个人上场了 这也 也打不出很好的效果 最后这个英雄 不能说到完全没用 但是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如果说让我个人建议的话 大家如果还没有 觉醒炸大人的朋友 可以把这个英雄的觉醒放缓 那么可以先觉醒 其他你比较心意的英雄 另外一点就是 炼羽的那个号的沙王 我今天是觉醒了 但是我还要去测试几天 那么等到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出来之后 再来给大家做测试评 因为今天刚刚觉醒 那好了 本期炸大人的测评 就给大家带来到这里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另外呢 我说的不对的地方 也进行大家来指证 就是 但是指证之前 我先说一点 你别乱喷 你要觉得这个英雄 好用 你会用的话 你可以给出具体的实测阵容 比如说一些那个 视频录像之类的 来告诉大家 炸大人好用 你跑来喷我 我确实懒得大了一年 那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 我们先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